格局要大,没有废话 各位网友大家好 你现在看到的是一档全新的节目 换个角度 最近大家每天的热搜吃瓜吃到撑 从吴亦凡到霍尊 从阿里的女员工到贵州九起的女员工 我们讨论的话题呢 从艺人的违法犯罪和私德 逐渐转变对职场女性的关爱 对职场困境的思考 今天我们来换一个角度 讨论一下在这个职场困境困住的 只有女性吗 和我们一起讨论这个话题的嘉宾呢 是来自北京绿城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 岳深山先生 还有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万哲教授 我的同事中心社经济部的副主任周锐 首先呢 我跟大家先讨论一下 这个我们最近这个女性职场的困境话题 居高不下 大家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一方面的话是对女性的侵害确实一直都有 还有一个的话 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 整个社会的这个环境来看的话 这个女性仍然还是处于相对弱势的这种地位上 所以说处于对弱势的这种同情和保护的这个角度考虑的话 大家可能给予了更多的这种关注 还有另外一个的话呢 就是因为对女性的这种侵害 它不仅仅我们说是一种 在道德层面需要进行谴责一种行为 而是说是涉及到违法犯罪了 因为如果说是实施了这种违背妇女意志的这种性行为的话 那就可能是构成的是强奸罪 那么这个是要判刑的 那如果说虽然说没有发生性行为 但是实施了一种抠摸楼爆等等这一类的这种猥亵行为的话 那可能构成的是强制猥亵 所以说针对的这个情况已经不仅仅是说 我们要在道德层面要批评他们 包括说要谴责他们 包括说我们要提高对女性的保护 而是说是在法律的这个底线上面 他们已经越线了 那班老师您觉得 大众应该说对她的认知 还是在不断地发生这阶段性的这种进步的 就过去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看到曾经有一些包括一些名人 甚至一些也是女性 她一会跑出来说说睡粉就是一个福利经营 然后到了这个五六年以后的话 大家就会觉得说 就当时也有很多人 包括我也觉得这种话真的是不可思议 那么五六年以后呢 应该说有一个整体的认知 都认为说这种话说出来 就是他实际上本人说这种话 就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我们站在媒体的角度 其实看这些事情 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以前可能说受到了委屈 或者受到了侵害 他可能第一选择是在民导办公室去哭闹 这是他的唯一解决方案 但是社交媒体的发展以后 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 我即便上是在公司解决无门 我可以通过让他射死 但是如果是一个误杀呢 假如说我被射死了 但是后来证明是错误的 那被射死的人有什么救济方案吗 这个其实想问一下岳律师 如果有人被误伤了 这种情况怎么办 我们这样担心自己感觉 一个清白的人 对对对 我们做一个好 前一段时间去年吧 应该有了这类的时间 对吧 是因为用书包碰了一下 结果被说是实施性骚扰行为 结果最后通过监控发现 不是那么回事 但是已经是有一半 已经有很多人对他进行了 这种人身上的 包括道德侧面的那种攻击 那可能说已经是处于射死的 这种状态 在这种状况下的话 一个的话是说我们是 要澄清事实 要把这个事实要进行澄清 还有一个的话就是 被射死的这叶异方 被误会射死的这一方 那他其实可以 确实是可以提起民事诉讼 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因为对方的这种行为 是对他的名誉 造成了一定的这种损害 那我们说在民事诉讼来讲 他可以主张对方 侵犯了他的名誉权 那么可以要求对方承担 就是消除影响啊 赔礼道歉啊 对 停止侵害等等 这种方式来为他恢复名誉 当然其实来讲的话 一旦被射死了 哪怕说你最后说是打官司 甚至说是抓了人了 走了刑事案件了 但是其实自己被伤害已经形成 就很难能够说 让一个被射死的人 再洗白或者说让一个被误会射死的人 再纠正过来 射死的对象和被侵害人 或者涉嫌被侵害人以外 还有一个很直接受害者 就是你不管是这个行业 甚至这个企业 往往是企业的高管出了问题以后 企业就被射死了 那有没有可能说 那对于一个企业来说 就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成本会非常高 生育成本 那万老师您觉得 就比如说作为研究经济的 您觉得企业要去管控这个成本 我在内部设一个 比如说现在有企业去弄一个什么 叫做不正当行为管控小组之类的 这样的事情 你觉得有用吗 能管控制企业这个成本吗 我觉得就是说实际上在这个里面 就是不管是企业还是行业 它本身就应该要有这样的一种认识 就是说我也有一样的价值观 就是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法人 是吧 那么这样的一个实体 其实我也是有价值观的 过去咱们经常讲 比如说公司文化企业文化 你不可能是一个三观不正的文化 你也不可能是一个 比如说只是除了追求KPI 除了追求收益以外 别的都不管的文化 那我认为呢 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企业的底线 维权有用吗 就比如说假如说我是受害人的话 就是企业应该在这个方面是支持我的 但是我却在企业内部 首先在内部维权走内部程序的时候 感觉到反而被企业 比如说有的企业想遮丑 想维护它的名誉权 反而去压制受害人的声音 那从法律的角度来讲 受害人可以去找这个企业维权吗 对这个是可以的 因为其实我们国家法律 有最低的一个标准 就像说2006年的时候 是2006年的这个妇女权益保护法 保照法里面 其实就提到了说这个单位有责任 或者说有义务去预防和制止 这个性骚扰职场性骚扰 在民法典 我们新制定的民法典当中 更加明确的规定了 就是说像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 这些单位 它要制定好合理的一些预防 接受投诉等等这些 防止和制止职场性骚扰的 这种的设施 这种措施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法定义务 比如说在法规的规制当中 你可能是存在着某种漏洞 那么大家就会要用一种道德心理 来进行补偿 所以它往往有的时候会 让大家觉得说 你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道德网架 这就是你刚才说的设死 就是你这个设死本身就可能 存在着这种道德补偿的心理在里面 怎么使得它的这个道德补偿的心理 就是说完全靠设施来做这个事得到公平 使它就是说 不说消失吧 至少就是捷径最小呢 我认为当然就是你法规进一步的健全 让大家觉得说 你确实没有什么空子可钻了 那因此呢 我不需要我再用道德心理的这个补偿 我们在微博上做了一个调查 就非常有趣 就说女性这个职场的困境什么 比如年龄的问题 比如生育的问题等等 然后好多女性都说 我要选择全部 但是我们在针对男性职场困境的这个调查里面呢 也是有类似的这样几个问题 但是在评论里面 有一个网友说的就比较有意思 他说 我觉得男性的职场困境是 如何避免自己和女同事撩骚被老婆发现 这个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种 就是歧视 或者是对男性的刻板成见 或者是其他的 在座的男性有没有遇到过 类似的这样的困境 我觉得是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讨论一个男女性 或者在职场的时候 你不能在出发前提是 想象的场景是把一个男的 首先就定位是一个猥琐男 然后我们再来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大部分面临的职场的问题 我觉得可能更像是我 万老师刚刚讲的 它是一个权力压制的过程 就比如说酒场上 我作为一个不喝酒的男生 其实我是挺别流的 就是比如说在 是有一定自卑感的 有一定自卑感的 因为你比如说在酒场上 我是不喝酒的情况下 你又是跟着领导出去 你不喝酒 一个男生坐在这 就是你排除掉那种 刻意去灌女生酒的 什么情况下 一般在一个正常的酒桌里 大家不会去灌一个女生酒 但你作为一个男生 不喝酒 首先说不过去 第二万一你再托上 一个女生来敬你的酒 你更加没有办法 他一口干了 你喝不喝 更自卑了 而且有时候是一种社交 比如说抽烟吧 就是我们当然不提倡 但有的时候同事们一起聊天 可能是社交的一个方法 你还可以假抽一下 跟他们互相聊一聊 但是喝酒 是没有办法假喝的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 在酒桌上大家分析的一个是 一定逼着你喝酒 它倒不一定是说 你是男性或者是女性 我看有的分析说 它可能是体现一种 权力对你的驯服 就是你就得听我的 你得喝酒 所以可能 它在训练服从性 对 所以它很多时候 可能是一个不一定 就是当然你说 当然因为我们刚刚讨论 都是性骚扰这样一些 可能是一个两性的问题 但在职场很多时候 是不是问题 更多跟权力相关 我们现在存在着 说是把女性误化了的 这种情况 我们说 就像说刚才那个网友 所提到的那个问题 就是说怎么来 跟女同事撩骚 而不被妻子发现 那这个的话 其实就已经把女同事 给放在了 贴上了一个标签 就是需要 就是男同事 要去撩骚的一个对象了 那这个的话 我们说对男性来讲的话 不是一个好话 对女性来讲 依然也不是一个好话 另外还有一个的话 我是觉得说 就是在这种 两性之间发生这种 这种纠纷也好 或者说两性之间 产生了这种交隔的 这种时候的话 大家可能偏更多的 对于女性 有一个天然的这种恶性 对于女性 有一种天然的这种 在真操上面 或者说在这种 道德瑕疵上面 对女性的要求 其实是比男性 是要更高一点的 这个的话 其实来讲 也是属于一种不对的 但是我话又说回来 咱换一个角度 对 咱叫换一个角度 再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会发现 现在的女性的话 对男性也一样 是有着这种 就像以前女性 就像以前男性 对女性那样的 种种 骚扰 可能说会存在着骚扰 所谓的聊 甚至说 说有的女孩子 就直接说 说我是在这个男孩子 怎么怎么样 我们就是缠着 年轻的身体 怎么 就这种话 也是能够说得出来的 但是我们在想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对这些女孩 我们是很宽容的 因为她的对象 是个男性 所以说我们认为 她说这些话 其实我们是能够 接受的 甚至是宽容的对待 所以说这个事情的话 可能就像讲 多要多换角度 还有一个跟着社会的 这种进步和认识 不同发生改变 也是随之而发生 我觉得这个角度 其实倒是很容易 从这个权力的 这个等级上来解释的 那也就是说 比方说 就刚才那个 深谈讲的 就是一个男性 如果说对一个女性 说我想怎么怎么着 那大概可能就 哇色狼 是吧 然后一个女性 现在就这么说 大家就觉得说 他就很萌 是吧 那么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个实际上是因为 在我们固有的观念当中 其实一直都觉得 男性实际上 是更享有权力 他是在权力的 更高层的 他一旦说这个话 那么他的这个 侵犯的可能性 是更大的 就是他是真有可能 实践这个侵犯的 在单位里面 他有上级和下级 如果是上级 对下级说 哎 我想要你怎么怎么样 那么我们就会觉得说 哎 他这可能是一种侵犯 对吧 如果是下级 对上级说 哎 你看我看上我们那个 比如说我们女 这个老板 会长得可好看了 不管是男生 你就算 就算是女老板 就算长得可美了 是吧 大家就不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 好像是 因为你本身 在权力上的不对等 使得你实践 你这种 所谓的这种 有可能侵犯的可能性 就比较的小 就比如说 阿里成立了 那个反职场 陋习小组 会不会 对 会有用吗 其实这个的话 我觉得应该会有些作用 因为最基础的 其实就应该是在 企业内部形成 这一类的这种制度 和这种制约也好 或者说保护的 这种机制也好 这个是最基本的 可能说 我们说制度层面 包括说企业的层面 包括说这个 人和人之间的层面 其实最终的话 落到最后 还是落到个人身上 落到个人身上的话 就是我自己要 对自己有要求 我不能够对别人 施以暴龄 施以欺凌 施以骚扰 这也是对自己的要求 还有一个的话 当别人对我实施 这类行为的时候 我们一直都在强调 只要女生 被他人实施的 这种骚扰行为 甚至性侵行为的时候 一定是要第一时间 拒绝大声喊 要报警 就及时的 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来 而且现在我们对于女性 其实是越来越 正常的在看待了 不是说宽容 是越来越正常 以前的时候 如果说一个女生 说她骚扰我 或者说她对我 实时骚扰了 实时性侵 大家很多人都会说 你是不是平时 跟人家 没保证好 为什么是你 对吧 对女性其实会提出 很多的这种 苛刻的这种要求 那在那种背景下 苍蝇不定风暗 女生很难会敢于说 我被骚扰了 但现在这种社会背景 已经有变化了 那比如就一个男律师 一个女主持人 要是对男律师 伸出先出手的话 应该怎么办 不要借机伸手 这个男律师 应该怎么办 怎么保护自己 大喊 大喊 对所以说 在这个情况下 男生的处理方式 和女生的处理方式 可能还会稍微有一些不同 而且男生对于身体的这种接触的话 可能会跟女生的这种 还是不太一样 男生之间拍拍肩膀 搂搂搂搂 对吧 这种其实还是稍微放得开一些的 尤其同性之间 女性的话 有的时候可能会 尤其对女性的时候 就要注意一下 不能那么马达哈的 那么随便的来进行接触 而且我认为 我也有一个疑问 就是您刚刚讲要大声喊 那是碰到一些 比如说极丹的侵害 或者一些情况 那有没有可能说 我们在一个比较常规途径 不要说我要撕破脸 我要掀桌子的情况下 我依然能够很好的维权 来保护自己 有没有这样一种技术 对 毕竟现在工作压力也这么大 工作也很难找 我要是泼了您一杯水 我这个工作丢了 我还是比较悲观的 我是觉得这种状态 基本上不存在的 因为除非是说 对方是一个很在意的一个人 只要但凡你稍微是有所反抗 或者有所暗示之后 他就会收手 这样还好吧 但是因为我们会发现 有些实施骚扰的和猥亵的人 他其实是一种 怎么讲呢 他就是有一种变态的心理 变态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只要是你不支撑 他就会继续侵害下去 然后不光是侵害一个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仍然是建议的话 是要大声喊 就是要大声地在拒绝 那么包括国家的法规层面 以及包括你的公司的 这样的一个规则政策层面 其实都是要不断地推进的 因为你要向公众显示 你的价值观到底往哪走 然后另一方面 也对这些个人的自律性 其实也有了一个这种监督 就是你有一个大众的监督 过去就像刚才说 你大喊万一旁边没有别的人呢 或者旁边都是你的同事 那些人都默许这个行为呢 现在你大喊 你是可以朝整个社会大喊 每个人都希望说 我是清白的 我就不被射死 一方面推动法规的建设 另一方面就是说 大家都会要觉得说我要自律 而且我也希望别的人自律 比方说好几个人一起 有一个闲助手 那么别的人也会觉得说 我可不想参加这种酒局 是吧 有点印象是那个 就是我们现在在公交车上 有一点 其实就是这些年 其实明显感觉到 在以前大家好像没有 过去年 你不可能说过去那些年 没有公交车上的猥胁事件 但是这些年明显新闻多起来 说明女生都敢喊出来了 而且每一次喊出来 比如说我很感动的是 司机立刻停车报警 然后全车的人帮忙扭送 把他抓到警察局去 对对对我很同意 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 越来越多的人喊出来 因此我觉得在不断的 你喊出来 不断的曝光之后 有一个什么结果呢 全社会确实 它这个共识 就是这样凝结而成的 所以每个人除了法规 除了这个执法层面 警察现在他也会 马上就来管这个事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你全车的人对你 全社会的人对你 都是一种同情的态度 对这个威胁的人 他就是持一种 非常批评的 是吧 很尖锐的一种 表示鄙视的这样的态度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现在谈 这个包括职场女性 包括职场男性 包括这个权质不对等的 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 涉死固然有他不好的一面 但是我认为这个 舆论整体的社会 整体监督 对他是有一个 非常好的促进 所以现在就是 与我们个人来说 如果无论说男性 还是女性 遭遇到职场的一些不公平 或者社会上的不公平 首先要勇敢的站出来 让他上热搜 对让他上热搜 再一个也是我们全社会 无论从道德层面 还是从这个法律层面 都要给他逐渐的往前去进步 去推进这件事情 但是能上热搜的还是少 而且其实还有一点 没说到的 其实有一点 为什么说能够 被大家所关注 是因为 要么实时侵害的这一方 是名人 公众人物 要么就是一些 比较大的这些企业 大家都比较关注 所以说才有可能会上热搜 你回头换一个 小一点的企业 这种事情 不一定就会上热搜的 所以说手都要硬 对 又要报警 对 这个肯定是要的 对 其实还是要从 就是讲了说 制度层面 包括说自身的这种 道德修养层面的建设 包括说企业的 这个制度建设方面 要有所进步和改进才好 好 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 也希望对正在看节目的 我们的观众们 无论你在职场上 还在社会上 在经历一些不如意 希望能给你们 一点点小的启示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来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